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党人北上消费成风 香港民售餐饮冷清清 朱耀明 回忆录三十页空白回应白纸运动 抗议党府政治审查 BBC News中文 香港圣诞消费潮一去不返 电影跳房收入创20年新低 平安夜前夕单日客量于16万人次 创意后新高 机管局料明年底全面复长 广州1600尺单位一汤12内部隔间曝光 代理一间房月收1000元 请大家收看 港人北上消费成风 香港零售餐饮冷清清 联合早报 最近的圣诞假期 香港的消费行业面临了一些困境 由于大量香港人选择北上旅行 导致香港的中国大陆游客数量不足 消费行业的生意不够理想 香港饮食和零售行业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 吸引更多的旅客访问香港 根据数据显示 圣诞假期期间 香港入境人数超过210万人次 其中超过七成是香港居民 与此相比 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的访客数量相对较少 香港各区的饮食和零售热点 在圣诞假期期间相对冷清 一些餐厅的入座率偏低 甚至只有一半左右 香港的电影跳房收入也大幅下降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四成 创下近20年来的新低 面对这种消费市场的疲软 社会纷纷提出建议 议员们认为 本地服务业的素质有所下降 十四态度差 建议政府发起全港礼貌运动 提升香港的待客之道 还有人建议 恢复深圳居民的一千多型签注安排 让深圳居民更便利地到香港消费 为了吸引更多的旅客访问香港 香港旅游发展局将在元旦前夕 举办跨年倒数烟花一月会演 希望能向全球展现香港独一无二的魅力 然而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香港旅游业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吸引外国游客来港 还要留住本地人在港消费 目前香港的高地价导致商店租金高 香港货物的价格比邻近地区要贵 不少大陆游客不愿意来港消费 他们认为 香港旅游业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 短期内难以解决 唯一能做的是 发展一些外地没有的旅游景点 朱耀明 回忆录三十页空白回应白纸运动 抗议港府政治审查 BBC News中文 BBC News中文 朱耀明牧师在自传中 回忆了自己一生中的抗争历程 从孤儿到香港资深民主人士 他在书中留下了三十页的空白 以回应中国大陆的白纸运动 并抗议香港政府的政治审查 朱耀明于2020年底离开香港 目前居住在台湾 香港圣诞消费潮一去不返 电影跳坊收入创20年新低 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香港圣诞档期电影跳坊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四成 创下了20年来的新低 这反映了香港电影行业消费市场 持续低迷的情况 给电影和戏院业 带来了严峻的经营困难 尽管香港政府和商界 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刺激圣诞节的经济 包括派发消费券和提供通宵公共交通服务 但仍有不少旅游和饮食零售行业 反映事况不如预期 这与大量港人选择出境旅游和北上消费有关 据入境处的数据显示 冬至至圣诞节期间 共有超过257万人出境 其中约74%为香港居民 而入境的人数只有约68万 其中近期成为香港居民 这显示了香港人外游和北上消费 对本地经济造成的冲击 平安夜前夕单日客量于16万人次 创意后新高 机管局料明年底全面赴场 新岛日报 总结 据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 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 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达到80% 在圣诞节假期期间 机场连续两天处理了超过16万人次的旅客 其中12月23日更创下了疫情后的单日客运量新记录 此外 飞机起降量也已超过疫情前80%的水平 12月23日更达到了1034架次的 疫后单日最高记录 预计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 将于2024年年底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广州1600尺单位一趟12内部隔间曝光 代理一间房月收1000元 新岛日报 近日 广州市立湾区的移动住宅被改造成了12个房间 并在物业租售平台上以收租神器为名出售 市场售价为350万元 该单位引起了网民和官方的关注 立湾区住建局和城管局表示 如果没有经过审核 擅自改变住宅用途和结构 可能涉嫌违建 该住宅位于广州市立湾区下九路附近 建筑面积149.42平方米 人为5室一厅 现在改造后的房间面积 从6.7到12.2平方米不等 共用一条走廊和一个厕所 据地产代理透露 该单位目前是出租给人家做民宿 每间房的月租约为800至1000元 立湾区住建局和城管局表示 他们将对该单位进行调查 并可能对其进行处罚 广州1600尺单位一汤12内部间隔曝光 代理一间房月收1000元 新岛日报 近日 广州市立湾区一处住宅 被改造成12个单独房间 引起了网民和官方的关注 这个近150平方米的长条单位 在物业租售平台上被称为收租神器 市场售价为350万元 房屋中介证实该单位正在出售 部分房间已经出租 立湾区住建局和城管局表示 如果没有经过审核 擅自改变住宅用途和结构 可能涉嫌违建 该单位呈长条状 共有12个房间 其中较大的一间约12.2平方米 其余11个房间约6.7至7.3平方米 每间房的月租约为800至1000元 立湾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要现场实地检查后才能确定是否涉嫌违建 若有违建行为 可能会要求恢复原貌 本台统计 港府今年平均一星期一次 向西方表达强烈不满 谴责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政府今年频繁向国际表达不满和谴责 共发表了54次声明 其中 反对美国 英国和欧洲等国家最为频繁 而且用词强硬 此外 港府还向外媒投诉了21次 其中对《华尔街日报》投诉最多 这些声明和信件 主要涉及香港国安法 选举制度 反制裁和外媒报道等问题 分析认为 香港政府为讨好北京 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但同时也难以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 专家认为 这种战狼式回应只会对香港更独立 香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难以破冰 两内地南香港载山边是通讯设备 行山客建议急报 紧拉人减压插弹珠 新岛日报 在冬季长假期间 香港警方加强了巡逻力度 以打击各类罪案 在一次行山过程中 两名行山人士发现了两名可疑男子 试验通讯设备的情况 并及时通知了警方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并搜查了周边地区 最终截停了两名可疑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被搜出了攻击性武器 两名男子分别被捕 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游荡 警方感谢这两名行山人士的勇敢举报 呼吁行山人士遇到可疑情况时保持冷静 并及时报警求助 警方还提醒市民要密切留意这位环境 特别是依山而建的乌院 匪徒有可能利用山林作为掩护 沿山路和后门潜入单位实施盗窃 警方建议市民安装智能闭路电视系统 及时将可疑活动的影像传达给户主和保安人员 市民还应注意住所附近的空置或装修单位 避免贼人潜藏 保安人员也需要加强巡逻 特别是在入黑时分 防止贼人潜入犯案 如果市民和保安人员发现山坡或丛林 出现不寻常的标记或记号 应立即通知警方 此外 星岛申诉王将推出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暂取栏目 邀请市民投稿赞扬身边的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的社区 香港法庭谷思瑶拟驱选前到选举事务处 抗议遭控企图煽动申保释在被拒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社运人士谷思瑶于本月8日前往选举事务处示威 计划带着棺材 但在当日被警方拘捕 并被控企图煽动罪 谷思瑶首次提堂时申请保释被拒 本月19日再次申请保释复合也被拒绝 周三27日 他再次提出保释复合并自行陈词 但总裁判官再次拒绝保释 并将其拘留至下周四处理第三次保释申请 谷思瑶被控企图煽动罪 指他在2023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期间在香港 企图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级 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激起对其离判 激起香港居民 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制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 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 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判 煽获他人使用暴力 以及耸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 另外 谷思瑶还涉及被消防处票控 指他在其孤煞住所外的后楼梯放置杂物及木箱 阻塞逃生通道 违反消防条例 最终被罚款6000元 谷思瑶还入禀小额前战审财处 指控消防处在他住院期间擅自搬走其财务 要求赔偿5.9万元 该案已押后至明年4月24日再逝 一通行 香港载隧道实施后首个工作日 大致畅顺8%车辆未侦测到车辆贴 新岛日报 根据运输署的消息 自12月24日起 香港载隧道实施易通行以来 交通状况总体上较为顺畅 截至今日下午5时 约有38000辆车通过了隧道 其中约92%的车辆安装了车辆贴 约72%的车辆使用了自动缴费方式 运输署表示 驾驶者对于新的交通安排逐渐适应 并能够适应 对于尚未缴交隧道费的车主 他们需要在经过隧道后的 14个工作日内缴交费用 车主可以通过易通行网站 或应用程序查询和缴交费用 也可以前往指定的客户服务中心 和服务点缴费 运输署还提醒车主 逾期缴费将会被罚款175港元 而逃避缴费最高可罚款5000港元 并将不得续排 此外 由于所有政府收费隧道都实施了易通行 政府隧道费代用券已经不再适用 持有代用券的人可以前往指定的退款中心 办理退款手续 申请退款的市民 可以通过电邮或电话联系退款承办商 以获取协助 香港三年来与百家券商停业 联合早报 近年来 香港股市表现疲软 导致香港券商经营环境持续困难 据报道 过去三年已有超过100家券商停止营业 其中今年已有32家券商停止营业 香港券商需要升级转型 发掘新机遇 不能依赖单一产品 在低迷环境下 中小券商可以考虑收购合并 以提高协同效益 港股今年首11个月的成交量下跌于一成半 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指出 结业潮不会突然好转 目前的情况已经算是好的了 有分析认为 这一波结业潮是历来最严重的 可能导致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大型券商的服务用金和议价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中小型券商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社区光影 屯门红楼一度被清拆 当局介入煞停 新众会启示据点列暂定古迹 新岛日报 屯门区位于香港新界西北部 是第一代的新市镇之一 经过填海和建筑工程的发展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超过50万人居住的城市 屯门区交通电力 有轻便铁路和接驳巴士等交通工具 区内保留着一些历史文化价值的名胜古迹 如红楼 达德学院和黄金海岸等 大兴村是屯门新市镇的第二个公共屋村 于1977年至1980年间入伙 仍只是山岗 以大兴沙场命名 田子维是屯门的旧城 是陶氏族人于明朝迁居的地方 龙珠岛酒店在1989年 拆卸并改建为住宅区 红楼是新众会启示策划的场所 于2016年被清拆 新岛申诉王推出区区有申诉和我要赞取栏目 鼓励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的社区 网球 马会成官方社区合作伙伴 中银香港公开赛2024发挥社会多功能 新岛日报 中国香港网球总会与香港赛马会达成合作 将在2024年举办的中银香港网球公开赛中 推动本地弱势社群对体育的参与 大会将邀请于1700名来自社福机构和特殊教育机构的受益者免费观赛 并且安排社区网球工作坊 让参与者接触网球和体验赛事的氛围 同时 大会还将举办职业先导计划 为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和香港进会大学的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参与学生将在不同范畴中担任义工服务 为体育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又中又阴 我将离开香港 但是在我逗留期间 朋友们问我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还问为什么三藩市在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 清理露宿者 很多城市都会在大型国际活动前进行清理 2008年奥运会之前 北京就曾清理城市内的乞丐和小贩 清理一个地方的意思是让它看起来更清洁 更有吸引力 美国人口约为3.4亿 其中大约有58万无家可归的人 朋友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富裕的国家如美国会有无家可归的人 我告诉他们这个高数字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 我去年住在曼哈顿时看到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我也在圣地亚哥看到了他们 有很多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会无家可归 一个主要原因是高昂的房价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无家可归者远多于德克萨斯州 因为加利福尼亚的房价非常高 另一个原因是高昂的医疗费用 只有当雇主有50个或更多的全职员工时 才需要提供医疗保险 其他原因包括精神问题和吸毒或酗酒 一些人拒绝考虑入住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他们更喜欢露宿 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美国的失业率只有3.7% 许多企业无法找到员工 尽管许多州的最低时薪都超过100港元 加利福尼亚的最低时薪约为124港元 一些无家可归者选择躺平 即拒绝承受工作压力 总结 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高昂的房价 高昂的医疗费用 精神问题和吸毒或酗酒等多个原因 一些无家可归者拒绝入住收容所 选择露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很低 但仍然有很多企业无法找到员工 情绪通18111热线即日起提供服务 卢宠茂 真人接听年终无休 新岛日报 香港医卫局推出了情绪通18111热线 以支持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问题 该热线是首个由政府全资的情绪之人热线 将整合过去20多条热线的服务 此举得到了香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的支持 热线号码18111寓意深远 表示18区香港特区 求助人亦有需要 有一条热线提供一站式支援 热线的目标是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士提供支援服务 热线的创设得到了专家的支持 他们认为在人们遇到情绪困扰时 及时支援非常重要 参考美国的经验 建立一条深入明星的热线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援 该热线还计划扩展至WhatsApp等平台 以满足年轻人对电子情绪支援的需求 热线运营商还计划收集热线数据 研究和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困扰 以改进服务 此外 他们还将重点关注精神健康复原人士 及其照顾者的服务需求 18111热线将提供全天候服务 确保每天都有6名接线员在线 如果没有接听 求助者也可以留言 工作人员将在30分钟内回复 该热线还与消防部门和警察部门联系 以处理高风险个案 接线员在察觉到自杀风险时 会转介给督导员跟进 此外 热线还将与相关机构合作 提供转介服务 整个热线网络的跟进 将确保足够的人手来满足需求 这一举措 有望为香港市民提供更好的精神健康支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